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卢生原创 为今允许不得传载小鲜肉 这个名词在大家的印象都是一些不好的 比如什么只有颜值没有实力 大部分都会有这样的词来形容年轻艺人 但是最近在《我就是演员》的舞台上 有这样一个不怎么红 关注度也不是很高的小鲜肉 就成功用演技征服了导师们 并且让几位导师都对他散布绝口 在六位演员中 最后赢了晋级的名额 而其他五位都已经算是前辈了 那就是让人刮目相看的谭剑次 谭剑次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是很陌生的 确实也是一个新人演员 以前是唱歌的 但是后来在电视剧真是连忙 中出演了吴秀波和刘涛的儿子 当时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 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他的颜值还是挺高的 又是生面孔 但是作品比较少 在节目中 吴秀波听到甘子怡和其他导师夸他的时候 也是眼眶泛红落泪了 谭剑次用自己朴实且没有表演痕迹的真情实感 打动了在场的观众和导师 因为曾经合作过 而且还很有感情 所以吴秀波并没有多说 随后徐征表示 那我要说了 这就要夸啊 这么好的偶像就应该使劲夸 都说小鲜肉不会演戏 谭剑次就是舞台上 需要的那种长得好看的 而且还有实力的真正的偶像 第一次战胜舞台 就能够赢得这么多的认可 也算是来值了吧 而且日后谭剑次的发展 应该也会越来越好的 其实最打动人的是 在导师们给他投票夸他的时候 谭剑次在舞台上 已经气不成声了 舞者连 那样的认可 可能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吧 可能因为这些夸奖 就成就了日后的一个 很优秀的演员 不知道那些 已经有了很多作品 但还是不敢来这个舞台上 接受检验的小鲜肉们 看到了这样的谭剑次之后 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惭愧呢 可能就像张子 一和李立军说的 在谭剑次的身上 看到了真正和不加修饰的感觉 可能又是先天的天赋吧 感觉未来的谭剑次会大火啊 等文内容 君雷明星本次团原创 专杂请先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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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